大家好,我是卓然 好久不见,大家还好吗? 今天之所以出来是因为近两个月来 我家发生了很多事情 如今尘埃落定,该到了和大家汇报的时候了 我的父亲有个农庄 里面果园、菜园、花园、鱼塘一印俱全 父母亲在那里颇为享受他们的田园生活 以此安度晚年 然而4月20日清晨 突然看到微信上父亲给我发来一大堆信息 点开一看,不禁心猛的一抽搐 脊背发凉 赫然眼前的,是父亲皮开肉绽 血肉模糊的佐足 我甚至都不敢多看一眼 下一张就更恐怖了 是已经包扎起来 看着足部顶端是平齐的佐足 我心一惊 以为都已经截肢了呢 颤抖着点开语音 才发现,是离地时不小心被机器所伤 只是缝合包扎起来了 再接着看 下面有肥骨和怀骨骨折 单位一味的X光片 暂时松了口气 沟通语音进一步了解详情后 发现足部皮肤颜色感觉正常 算是暂时放下心来 父亲想转到级别更高的医院 于是就着手帮他联系 一番周折后 转入了我以前在国内时工作过的医院 很快进入术前准备 正当平时闲不住的父亲 迫不及待要尽早手术 以便能早日回家之时 一个检查报告提起了所有人的心 父亲中度贫血 不能手术一边背血 一边追加CT 内径一探究竟 结果追查之下 查出了一个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晴天霹雳的消息 很大一个结肠癌 把肠腔都堵住了 内径都通不过去 说明病情时 医生小心翼翼的眼神 让母亲汗毛倒树 由于父亲平时 每每在电视上 看到被癌症患者 拖垮一个家庭的场景时 就豪言壮语地说 如果他要是患了癌 就要自我了断 不拖累家人 母亲怕他征询短见 给医生使眼色 不让当着父亲面说 而是坠坠不安地 跟着去医生办公室 接受了这个对他来说 杀伤力无疑是核弹的消息 同样的惊恐 也发生在母亲哭过 不知道多少回 考虑再三后告诉我之时 父亲一贯身强体健 每每问他都说好的很 自从有了农庄后 体力劳动多了 本来以前长期 需要服安眠药的他 如今每晚都能自然入睡 一觉到天亮 自我感觉好到了极点 现在受了此生 最大的外伤就不说了 这个诊断一下子让人感觉 死亡的气息竟然毫无征兆的 就近在咫尺 让人措手不及 我立刻问母亲和弟弟 我想办法回去好吗 他们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 说是疫情期间不要回来 另外如果回去 父亲就会知道他病重了 只能作罢 然而我一时间 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虽然平时 一直都将做视频功德 回向给他 视频描述下方 一堆名单里 一位叫吴文坤的 就是我的父亲 然而这个时候 也六神无主 只能立刻扑倒在佛菩萨面前 马上发愿为他吃全素 愿意为父亲承受所有的病痛 请求佛菩萨 将父亲身上所有的病痛 都转移到我的身上 直到最后的病理诊断出来前 天天跪求 终于等到手术的一天了 同病房的人 四个小时就做完出来了 守在手术室外的母亲和弟弟 发现父亲进去了六个小时 都不见出来 渐渐被恐惧笼罩 终于 医生端着一段黑红香肩 坠满膝肉和肿块 不忍直视的长端出来了 医生根据树中的判断 跟母亲说不容乐观 是T4 靶相治疗最好 母亲以为说的是四期 再一次天旋地转 等她战战兢兢把这个坏消息告诉我 有着医学背景的我一听 就知道这是已经穿透长臂 并且侵犯到周围组织的意思 晚期的感觉 因为只有晚期病人才会用到靶相治疗 然而病理报告尚没有出来 还有最后一丝希望 只要没有淋巴结和远处转移 那就还属于早期 终于病理报告出来了 是T3N0M0 意思就是508结和远处转移 这让手术医生很意外 然而这个消息直接将我从深渊里打捞了出来 这是从晚期的预期 一下就变成了早中期的现实了 一看她的病理报告 肿瘤的扩散正处于脉管边缘 若再等一些时间 只怕真的是为时已晚 这是在转移前夕被发现了 的确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我不禁赶紧跪谢佛菩萨 大家也应该发现 我发布视频的频率也增高了 发布再多帮助红法的视频 也无法报佛恩啊 后面都恢复得很好 父亲不知道她病情 我和弟弟都每天问候 母亲寸步不离地照顾 她很安心 本来我们一家串通好 瞒着父亲说 她得的只是膝肉 然而在出院那天 病房医生说漏嘴 让后面来化疗 父亲突然知道了自己病情 一下接受不了 竟瞬间崩溃大哭啊 朋友们 一个65岁的男人 在病房里不管不顾的 直肩嚎啕大哭 你们敢想象那是什么凌乱的场景吗 尽管平时她说的再硬气 再是汉子 那一刻完全不顾了 吓得病友们都敢来相劝 医生也飞奔过来解释 弟弟和婶婶也不停地给她百度和安慰 终于才渐渐平复下来 回去以后 近十天没有进正常饮食的她 胃口大开 一如既往地开始大碗吃肉 然而同时又陷入了抑郁 我就想办法解开她的心结 慢慢地 她感觉好些了 我又劝她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并且告诉她 观世音菩萨救过我很多次 给她增加信心 突然有一天 母亲和我说 那天父亲忽然和她说 为了病能好 不吃肉就不吃肉了 母亲做什么 她就吃什么 这可把母亲给高兴坏了 于是尽心尽力地 换着花样给她做素食 父亲下肢和腹部的伤口 也日渐痊愈 精神也越来越好 本来早就想和大家分享这件事 然而想着复查后的结果出来再说吧 昨天终于看到了检查报告 可以说是一切正常 之前超高的癌指标也都降到了最低 CT核磁共振 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医生说这种情况可化疗可不化疗 然而为确保万无一失 还是给了一期化疗 现在化疗已经结束 父亲一切安好 无任何不适 所以才来和大家汇报 四十二章经中 佛做了一个比喻 来说明回向的意义 譬如一聚之火 数千百人各以聚来分取 熟识除名 此聚如故 福益如之 意思就是把我们手中的火炬 传送给他人手中 使各处大放光明 我们的功德不但不会减少 反而成倍的增长 不得不说 这次真的是佛菩萨的加持 让我的父亲重罪轻爆 因祸得福 说下我家的情况 父亲是个杀业很重的人 自我记事起 他就杀各种生 家养的狗 鸡 鸭 鹅 鱼 哎 说起来都是累 我小的时候 数次试图阻止都无果 我无数次无助地想 为何父亲要一直做残忍的事 加之他谐音的往事 就不提了 对方是我的亲戚 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只想说 学佛后再回想 发生在我家里 真实的各种果报 真的是因果不虚啊 而上面所提到的母亲 其实是我的继母 我生母因为堕胎太多 大概至少六七次吧 也是早早就车祸去世了 可以说 如果我不学佛 很可能会是一个不孝女 对父母不闻不问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也的确是这样的 然而学佛了 我很自责 心想尽孝 却感觉无力 有一次找了一位会通灵的居士 请示观世音菩萨 说是让我念 地藏菩萨本愿经五百步 我为了化解和父母间的隔阂 真的念了 前后用了一年多时间 我清楚地记得 在念到三百九十多步时 那压住我心头 让我对父母 生不起感恩之心的大石头 忽然就没有了 我竟然开始想家了 那种感觉简直太棒了 从此以后 我想起父母时 再也没有胸口堵住的感觉 我做这个频道的一大重要原因 也是可以积功累得 回向我的父母和亲人 报他们的恩 如今大家都健健康康 我真的非常欣慰 感恩大家 你们无论是观看 点赞 留言 还是分享 都会推动视频的流传 所以所作功德和你们 是密不可分的 我必定会不懈地坚持下去 将所作功德都回向一切众生 回向支持清凉地的你们 愿我们一同 精进不退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